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相信每位准妈妈 他们都希望肚子里的宝宝 要给他们最好的一个呵护 最好的照顾 从饮食到生活习惯 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睡眠也是守护宝宝健康的重要一环呢 最新的研究发现 睡眠不足的孕妇生出来的小孩 可能有更高的神经发展持缓的风险 尤其对男宝宝而言 这份研究同时也发现了准妈妈在孕期的葡萄糖代谢 可能会影响这个胎儿的胰岛素分泌 进而影响神经发育 那根据一份发表在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期刊的报告 这项由中国安徽医科大学的朱鹏博士主持的研究说 是调查女性在怀孕期间睡眠时间的长短 跟她后代神经发育迟缓的关系 目的是为了促进孕妇健康和儿童发育 同时也希望可以改善母亲的睡眠 那这项研究是追踪了7059对妈妈和婴儿的资料 收集孕妇在接近育产期的睡眠数据 并且在孩子出生之后的6个月到3岁 就接受这个发展迟缓的筛减 研究发现每晚平均睡不满7小时的孕妇 胎儿神经发展会受到影响 而且在这个婴儿身上是更加明显 他们普遍在情绪行为运动认知或语言能力上 都出现了发展迟缓的情况 研究相信这与期待血中的血清吸胜态的浓度有关 而这个吸胜态就是胰脏在制造胰岛素过程当中 所产生的副产品 研究人员指出怀孕期间睡眠时间较短 已经确认了和葡萄糖耐性障碍 胰岛素抗性和妊娠糖尿病等高风险都有关 而这些风险本身就会影响到婴儿的神经发展 那不过这项研究是无法单独去证明说 你睡眠不足会导致神经发育迟缓 只是证明母亲在怀孕的期间的葡萄糖代谢 可能会影响胎儿的胰岛素分泌 就进一步影响胎儿的神经发展 那针对这一项最新的研究呢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临床医学助理教授哥蒂亚 他说其实已经有不少的研究有过类似的发现 所以准妈妈在怀孕期间的睡眠呢 是有可能对孩子的长期健康起着重要的作用 但哥蒂亚强调呢 只是很有可能啊 不代表一定会影响 因为这很可能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 直接你就把这两个因果连接起来 他认为也有一些过于武断 不过呢 他自己也观察到呢 孕妇的睡眠品质不佳 孩子有睡眠障碍和ADHD注意力缺陷 多动障碍的风险 也可能会增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